吃朱古力大的和牛 好不好吃 發明用朱古力餵和牛的農場 Maiula Station 是澳洲首派引入日本和牛的農場 他們在97年時引入了29隻 到現在已經有7000隻和牛 我們開始吃朱古力餵和牛的農場 其實是在2004年 他說因為在吉伯利朱古力 發現大量的成份 是和日本用來餵和牛的治療很相似 加入了之後層次就變得很豐富 現在連米芝蓮三星餐廳的廚師Bombana 四季酒店都選擇 還獲得以下的獎項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麼特別呢 我們就找了兩位專家去試試 這次除了朱古力和牛之外 還有澳洲和牛 美國Prime 和日本A5和牛 給他們選擇 這隻是朱古力牛 這個肉味應該會比日本和牛 這隻和那隻比較 大家都在澳洲 但這隻比較均勻 最後他們決定煎美國牛 日本和牛 和朱古力牛做比拼 一上碟 他們已經分清了三隻牛的品種 到底怎麼分呢 因為吃朱古力那隻 那個油比較均勻 美國那隻的油分沒有那麼均勻 但是日本這隻 就直接拋離了 拋離了 好像油一樣 事不宜遲 馬上試吃 三種牛的分辨 這個朱古力牛的肉味就濃 美國那隻可以賣掉 但日本這隻 只有軟滑度 美國牛和朱古力牛的味道很接近 但朱古力牛的肉味 就是肉的鮮甜味 兩位吃過 都說朱古力牛有很大的驚喜 不過由於供應有限 價格亦相對貴 想吃的話 就要去某些高級餐廳才吃到 收賣 2 0 2 4 4 6 5 8 8